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編 那這一次呢 韓服的更新之後啊 推出了一個新的地方 新的 練功地點 叫做影子神殿 暗影神殿 那天堂的老玩家 老玩家一定知道這個地方 然後 但是他這一次的 因為天堂M的設計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那天堂M是以活動的型態來設計 所以你在大地圖上沒有辦法找到他 只能透過這個特殊副本 就是這個地方點進來 然後在特殊副本這個地方找到他 這個NEW 這個就是新的暗影神殿 那這個活動他只能 給70級以上的角色進入 那70級以韓服來說 70級的這個門檻其實 算是很低很低 也算是基本啦 也算是一個基本 那進入的條件就這麼簡單 然後進去的話是傳送到一樓 然後傳送費用是五萬塊 其實就很簡單啦 就讓大家進去試玩 那這個地方啊 我們就直接來進去 飛進去 來跟大家來做一個講解 好 我們進來之後呢 很簡單啊 你可以看到我們一路上走過去 我一直走到最後面 都不會被怪物追 都不會被怪物追 這就是代表 這張地圖上所有的怪物 你看到的所有怪物 不管他等級多高 他全部都是被動怪 然後更好的是 他所有的怪物都是這個不死系 也就是說你可以拿銀系列的武器 銀材質的武器 米索莉材質的武器 跟奧里哈魯 跟這三種材質的武器 或者是 如果是妖精的話 就是銀劍 或是米索莉劍 奧里哈魯跟劍 那 那個 新的這個神槍手 也是一樣可以拿 米索莉的子彈 跟奧里哈魯跟子彈 來這邊打 效率都會好很多 那妖精的話 如果說你要拿沙哈 可能還不一定比 這個奧里哈魯跟劍 來的好用 或者是銀劍 都不一定比他來的好用 那如果是騎士的話呢 也就很簡單 因為騎士的 可以打不死系怪的武器 就那幾把吧 譬如說 黑暗之劍 奧里哈魯跟短劍 或者是魔力短劍 米索莉短劍 這個 這個都可以 都可以 那如果說 你自己有這些武器的話 你當然是可以拿來換上 近戰系列 大概是這樣子 那 現在小兵玩的這個角色呢 是 十二之六韓服玩家 韓服 台灣的韓服 台灣玩家在韓服玩 的這個網友 我是跟他借的 那當然也很感謝他 借我們這個帳號來做測試 那這個帳號的 這個角色 他是法師 你可以看一下 左上這邊的狀態 下了很多 這邊有一些 很明顯的看了就是 法師的狀態 那法師的話 怎麼裝呢 很簡單 因為在這個地方啊 他雖然說他是 都是不死系怪 可是我們來打一隻怪 給大家看 我下面這邊已經把 起死回生拉出來了 可是我施放 之後發現 我並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使用 起死回生術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不能像奧曼之塔這樣子說 可以爆怪就爆怪 沒有辦法 你看這裡怪這麼多 沒有辦法爆 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招 就是地獵術 那 根據我的測試啊 在所有的樓層 所有的樓層裡面 有人在PK 平時就我們閃遠一點 所有的樓層裡面 這些怪物 大概都四下到五下 的地獵 就可以幹掉一隻怪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的 SP就是魔攻只有三值 就已經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那有人可能會想說 那我用高字補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那根據我的測試呢 高字 就是補怪物的次數 跟地獵是一樣的 大概四到五次 五次 像這樣就是五次 然後他的經驗值的話 就是八萬起跳 每一層樓 每一層樓的經驗值會越來越多 那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啊 是一樓 所以待會我們會用這個傳送師 傳送上去 那 那 因為法師啊 法師他天生來說 他 一定要靠魔法攻擊嘛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魔耗會非常的快 所以 建議大家 建議玩法師的話 你一定要把你的這個 魔法的 恢復 我把它撐高 怎麼撐高呢 基本上就是 藥水跟這個補給品 這個料理 然後再加上你的回魔裝 回魔裝跟你的回魔娃娃 這個是很基本的 那如果說 你有這個魔短的話呢 你也可以裝備他 為什麼要裝備他 因為魔短本身 就是 迷索莉材質 所以他打這個 骷髏 本身就已經有這個 加成效果 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吸血 他可以吸這個MP 他可以吸MP 其實打得很快 你看他怎麼吸MP的 我們再讓他普攻 我們讓他普攻 這樣子的吸魔速度 搭配我們的技能 還有我們的MP回復 自動回復 很快 就可以把這MP 補上來 雖然說如果你一直攻擊的話 還是不夠用 但是 自己衡量著那個速度 就可以了 妖精 法師王的玩法 非常簡單 好 那這個是一樓 這個是一樓 那我們上去到二樓 用傳送的 他所有的樓層 都只能用傳送的 跟奧曼茲塔不一樣的是 奧曼茲塔得要有捲軸 那這裡的話 不需要捲軸 你看一下二樓的怪物 是不是比一樓還多 而且完全沒有半個玩家 然後我們一樣來打怪 我們一樣來這樣打怪 雖然說啦 犯魔法 魔法攻擊 這個怪物的 次數 一樣大概是四到五次 可是怪物打你的強度 有明顯的變痛 他有明顯的變痛 所以法師在這邊的話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你的 血 跟你的MP 這個就需要去均衡 那如果說 對於想要充等的玩家來說 來這邊一定是最好的 你看 這裡的怪我找一隻最多的 我找一隻經驗值最多的 給各位看 這邊經驗值最多的是那個 外表是斯克巴 外表是斯克巴 這一隻 我們看一下他經驗值多少 經驗值九萬三千 那我現在攜帶的娃娃是 斯克巴女皇 這邊已經可以到九萬三千了 我們再打一隻這個 這個才九萬一千 所以打斯克巴女 斯克巴的話 他的經驗值是最高的 不過無所謂 打到誰都無所謂 這裡基本就是九萬一起跳 如果說你在海因附近 打怪的話 海因附近大概是兩萬七三萬二那邊 這個經驗值的差距非常的多 這邊提供給大家來參考 怪很多啦 絕對是打不完的 好那我們再繼續到三樓 哇馬上遇到敵狂 我閃遠一點 好我們來這邊 一次一樣打怪 也是四到五四 這一隻的怪物的經驗值就已經九萬六 這一隻呢 九萬七 沒有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才說這個地方 他其實是 等於是歐拋的這個進階版 他是歐拋的這個進階版 他雖然說這裡的這個區域設定 他是屬於一般區域 好那 你可能遇到 迪蒙啊 這些玩家他可能會打你 那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張地圖是 可以瞬移的 好 即使他真的很近 即使他真的很近 但至少你可以瞬移 不會說一定要 一定要那個 下 下這個 像奧曼之塔一定要下塔 重新花錢或者是花卷走進來 不會這樣子 這邊你想 你想飛就飛 這個是一個好處 然後 這邊的怪一樣是比二樓來著痛 但是經驗值是最多的 經驗值是最多的 那如果說可以攜帶這個 巨人還是阿魯巴 我看一下 等一下 如果是攜帶一個 巨人如果是攜帶巨人的話 他的經驗值最多可以到十萬 到十萬 過一點點阿 這個經驗值是非常的可觀 然後呢 我們讓他繼續打 讓他空手打 然後在這一個 暗影神殿阿 暗影神殿裡面 會掉落的東西就只有這三樣 一個是紅布 第二個是武器的封印藍布 封印的武器藍布 那第三個是 這個是靈魂石碎片 那這個的話 他主要就是 有點像那個刀刃一樣 他可以去 把他賣給 村莊裡面的肥老 那他的價格是三萬塊 那這邊可以打到 武器藍布 武器藍布 光這個如果打到的話 就已經超值了 他還有機會打到紅布 他還有機會打到 所以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值得 來的一個地方 而且你也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很好打 然後他的這個時間阿 每天只有一小時 跟夢幻之島一樣 但我覺得來這邊會比夢幻之島 還要好練 雖然說手動是最好的 但是他真的很好練 那個妖精 法師阿 或許治妖可以喔 或許治妖也可以 因為治妖 這個 sp如果衝到30的話 好像 對高等玩家來說 比較不難 比較不難 治妖或許也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這個用地獵阿 真的差很多 五下就一隻了 那像 如果有些人 他會比較care這個 魔攻的話 他還可以再自己 穿上自己的魔攻裝 打怪的時候魔攻裝 那休息的時候回魔裝 這樣子搭配起來 其實也很厲害 那因為我現在裝備的是這個 魔力短劍 所以在這個續戰力上 會好一點 我還可以自己補 自己這個 補血 然後在一邊這個施放技能 這施放技能的速度阿 就自己自己衡量 自己掌控一下 那 法師的話 只要MP一枚 基本上就是續戰力就沒了 你就可以下塔 然後在船上來的話 就是五萬塊 要上三樓很簡單啦 一分鐘就到了 你就每一樓都走到最後面 然後再傳送進來 這樣子 一分鐘一分鐘 一分鐘就到了 那以我們現在這個速度阿 現在的回魔是50 現在回魔是50 所以 很快啦 基本上這個回魔速度是非常快 好然後 這邊值得一提的是阿 如果你是法師的話 記得要放 把冥想下拉 因為你看喔 韓版在之前改版之後 他已經把它改成是 可以常駐 就是你攻擊移動的時候 他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像我們現在一直在 一直在打怪阿 我的狀態 冥想的狀態是不會消失的 也就是說回魔的速度阿 會增加 回魔速度會增加 那相信這張地圖阿 對於更高等的玩家來說 更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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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士的話 近戰角色可能就比較 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也真的很好打 就像當初 大概60級的時候 去打歐炮一樣 那種感覺 你只要拿對武器了 然後耗一點血 但是經驗值可以快速的 獲取 那有人或許會說 這是一個燒怪 燒這個葉子的遊戲 沒有錯阿 因為 葉子的消耗速度 本來就跟你 本來就跟你 消耗這個 這個賺到經驗值的速度 是成正比的 所以這個一點也不奇怪 一點也不奇怪 一點也不奇怪 從天堂M原理就是這樣子 你要 如果你要的是 經驗值的話 那葉子勢必會燒得比較快 那如果你要的是 可以 用得比較久的時間 譬如說 你希望經驗長 長一點 久一點 那有時候可以打到什麼寶 那你可能就掛在野外就好了 但是你掛在野外 你會發現 你打到的東西阿 永遠都是那些 你打 除非你去吃網 或者是像來到這種活動副本的場地 什麼是活動副本的場地 就包括這幾個 比較固定的就是 精靈墓穴 精靈墓穴 然後歐拋跟這個 那個 奧蠻之塔 或者是夢幻之島 大概這幾個 除非你去到這些地方 才比較有 一些 比較特別 譬如說紅布可以打 但是你在野外的話 大概很少 很少 而且經驗值也沒那麼多 唯一 唯一比較均衡的是 可以同時賺錢 又可以賺經驗 這個是比較 比較均衡的一個 一個地方 那選擇場地是 在於各位 選擇場地是在於自己的目的 你是要充等呢 還是想要讓他 經驗久一點 然後打到一些寶 偶爾可以去換點什麼 鑽石之類的 那就待在外面 那如果想要衝等 然後 看看活動期間 有沒有辦法打到寶 化呢 那就趕快來新的 這個活動的地圖 這段時間一定是最好的 沒有沒有第二句話 就真的是最好的 那他如果 他只要一旦錯過了 可能 下個禮拜 可能更新之後 維修之後 他就取消掉了 就沒有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出現 會再開放 不知道 我現在因為葉子消耗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去拿到那個 像我現在這樣的法師上來一趟 大概 10-20分鐘 10-20分鐘 慢慢打的話 10-20分鐘需要 那個休息一次 要回一下這個MP 那回MP很快 如果說我要在塔上回復的話 也是OK 只是說 打快的速度就比較慢 或者是說 就在塔上浪費時間 這樣也不是好辦法 那傳送上來要5萬塊 我覺得這5萬塊還好啦 如果在外面賺 在外面賺的話 一下子就要5萬塊 重點是這個地方 衝等快 然後有機會打到 紅布跟武器藍布 這兩個是最有價值 像我現在身上 小編自己本尊的身上 有4-5張封印的藍布 我實在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該有的裝備都有 然後要衝裝 又沒有那個住房 所以都暫時先留在那邊 但是武器的話就沒有了 因為武器真的比較難取得 除非我去買藍布 要不然如果你在一般解任路的話 大部分是拿到 這個封印藍布 封印防具藍布 是比較多的 那我們現在就走半吸魔 半打怪的這個路線 好啦那這個影片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在這個 暗影神殿上面打怪 他非常的簡單 他比以往的這個高等區 譬如說奧曼紫塔 都來得簡單 而且 喔對還有一點提到的是 沒有提 就是如果武器 你要附加屬性的話 最好是拿火屬性 火屬性的武器 譬如說 火屬性三階的 加石 鎖破 譬如說 我隨便舉個例子 或者是火屬性三階的 當然火屬性越多越高越好 那這個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今天這個活動的介紹 就到這邊 未來台版開放之後 基本上不會變太多 那活動的獎勵 大概也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不僅韓版可以參考 台版一樣可以參考 只是說還要一些時間 那我們台版推出的時候 再回頭來看這段影片 那今天先介紹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